第九章 差遣十二門徒 不要帶食物或銀紙 也不要帶兩件垮紙 無論進哪一家 就住在哪裏 也從哪裏起行 凡不接待你們的 你們離開那城的時候 要把腳上的塵土堆下去 見證他們的不是 門徒就出去 走遍各鄉 宣傳福音 道處治病 分封的王希律 聽見耶穌所作的一切事 就猶疑不定 因為有人說 是約翰從死裡復活 又有人說 是以利亞顯現 還有人說 是古時的一個先知 又活了 希律說 約翰我已經斬了 這卻是什麼人 我竟聽見他這樣的事 就想要見他 吸五千人吃飽 師徒回來 將所作的事告訴耶穌 耶穌就帶他們 暗暗的離開那裏 對他們講論上帝國的道 醫治哪些衰衣的人 日頭快要平西 十二個門徒來對他說 請叫眾人散開 他們好往四面鄉村裡去借宿 找吃的 因為我們借女是野地 耶穌說 你們給他們吃吧 門徒說 我們不過有五個餅 兩條魚 若不去為借許多人買食物 就不夠 那時 人數若有五千 耶穌對門徒說 叫他們一排一排的坐下 每排大約五十個人 門徒就如此行 叫眾人都坐下 耶穌拿著借五個餅 兩條魚 望著天祝福 抹開 第級門徒擺在眾人面前 他們就吃 並且都吃飽了 把聖下的零碎收拾起來 裝滿了十二男子 認耶穌為基督 耶穌自己討告的時候 門徒也同他在哪裏 耶穌問他們說 眾人說 我是誰 他們說 有人說是施洗的約翰 有人說是以利亞 還有人說 是古時的一個先知又活了 耶穌說 你們說我是誰 彼得回答說 彼得回答說 是上帝所立的基督 耶穌徹徹的祝福他們 不可將這事告訴人 遇言受難 又說 人只必須受許多的苦 被長老祭司長和民事棄絕 並且被殺 第三日復活 當背十架 跟從主 耶穌有對眾人說 賠上自己 有什麼益處呢 凡把我和我的道 當作可恥的 人只在自己的榮耀裡 並天父與聖天使的榮耀裡 降臨的時候 也要把那人當作可恥的 我實在告訴你們 暫在謝裡的 有人在末常死未以前 必看見上帝的國 改變像貌 說了謝華以後 若有八天 耶穌帶著彼得 若看 雅各 上山去討告 正討告的時候 他的面貌就改變了 衣服結白放光 忽然有摩西 以利亞兩個人 與耶穌說話 他們在榮光裡顯現 談論耶穌去世的事 就是他在耶路撒冷 將要成的事 比特和他的同伴都打頓 既清醒了 就看見耶穌的榮光 並和他站著的那兩個人 以人正要和耶穌分離的時候 比特對耶穌說 夫子 我們在謝裡真好 可以搭三座棚 一座為你 一座為摩西 一座為以利亞 他卻不知道所說的是什麼 說這話的時候 有一雙雲彩來遮蓋他們 他們進入雲彩裡就懼怕 有聲音從雲彩裡出來 說 這是我的兒子 我所揀選的 你們要聽他 聲音註了 只見耶穌一人在哪裏 當那些日子 門徒不提所看見的事 一樣也不告訴人 害癲閒病的孩子 第二天 他們下了山 就有許多人迎見耶穌 其中有一人喊叫說 夫子 求你看顧我的兒子 因為他是我的獨生子 他被鬼抓住 就忽然喊叫 鬼又叫他抽風 口中流沒 並且重重的傷害他 難以離開他 我求過你的門徒 把鬼趕出去 他們卻是不能 耶穌說 哎 這又不信 又撥茂的世代 我在你們借旅 忍耐你們 要到幾時呢 將你的兒子 帶到借女來吧 正來的時候 鬼把他摔倒 叫他重重的抽風 耶穌就斥摘那烏鬼 把孩子治好了 交給他父親 眾人都差異上帝的大能 人子將要被交 耶穌所作的一切事 眾人正稀奇的時候 耶穌對門徒說 你們要把這些話存在意中 因為人子將要被交在人手裡 他們不明白這話 意思乃是隱藏的 叫他們不能明白 他們也不敢問這話的意思 議論誰將為大 門徒中間起了議論 誰將為大 耶穌看出他們心中的議論 就領一個小孩子來 叫他站在自己旁邊 對他們說 凡為我命接待這小孩子的 就是接待我 凡接待我的 就是接待那差我來的 你們中間最小的 他便為大 約翰說 夫子 我們看見一個人奉你的命趕鬼 我們就禁止他 因為他不與我們一同跟從你 耶穌說 不要禁止他 因為不抵擋你們的 就是幫助你們的 撒馬利亞人 不接待主 耶穌被接上星的日子將到 他就定意向耶路撒冷去 便打法使者在他前頭走 他們到了撒馬利亞的一個村莊 要為他預備 那裡的人不接待他 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 他的門徒 雅各 約翰 看見鳥 就說 主啊 你要我們吩咐火從天上降下來 消滅他們 像以利亞所作的嗎 耶穌轉身 耶穌轉身 集備兩個門徒說 你們的心如何 你們並不知道 人子來不是要滅人的聖命 是要救人的聖命 說著 就往別的村莊去了 他們走路的時候 有一人對耶穌說 你無論往哪裡去 我要跟從你 耶穌說 狐狸有洞 天空的飛鳥有窩 只是人子沒有枕頭的地方 又對一個人說 跟從我來 那人說 主 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親 耶穌說 任憑死人埋葬他們的死人 你只管去全陽上帝國的道 又有一人說 主 我要跟從你 但容我先去辭別我家裡的人 耶穌說 守扶著來向後看的 不配進上帝的國 很好